例如4-6-2 4-6-2 第2個例子 取得這個的不定積分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這個題目算很複雜的題目 結果寫得漏漏等 這個題目在第6章定積分的應用的時候 還會再出現 取得半徑為山的圓面積 會用到這個積分 要取定積分 你首先不定積分一定要會 我們後面會介紹 我們看這個不定積分 那這個不定積分是三角單位的標準型 三角單位的標準型 像a是等於3 以後這個標寫出來 a會等於3 那u會等於x 以後這個標寫出來 那這個第一類型 Type-1第一類型 我們令u u呢是x a呢是3 然後3c 然後馬上寫一下 dx等於3倍的cosc d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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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呢3c 3c等於3分之x and and so c呢 c呢會等於xn 因為等一下會用到 你做過你才知道 xn3分之x 3分之x 而且你看一下 這根號 9-s的平方 等於根號 9-s呢是33c 平方呢是93c 平方 那利用剛才的 9提出來 1-2 3c的平方 以後這些步驟你都可以省略 這步驟你可以省略 9倍的cosc的平方 然後呢會等於3倍的cosc 那這c 那這c 這c 呢 因為 c 會在-2分之π到2分之π -2分之π 到2分之π 不用等號 等號沒有意義 等號就是一個常數 沒有道理 不會在這裡 所以這以後都可以省略 以後直接這些都可以省略 寫3cosc 大家看一下這題目 根號9-s的平方 dx 會等於 這根號已經處理編成3倍的cosc 那dx多少 dx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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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倍的cosc 過來一個dc 會等於 9倍的9提出來 這是cosc的平方 dc 那這個積分怎麼積分 cosc的平方怎麼積分 又回到我們四字四節的 那個三角函數的積分 三角函數的積分 這個是第二類型的 cos的平方 cos的平方 cos的n2 cos的n2 s的不定積分 n是正極數 猜一個出來 全部化為一函數 另外一個 正果數 利用半角公式 所以這題目利用到半角公式 9倍的cosc 等於1分之2加cos2c 這是半角公式 這是半角公式 要匯 現在這邊是dc 等於9分之2 2分之9 第一個積分 2提到裡面的是c 要記得 我們這個是 1dx 是x再加c 1du 是u再加c 同理呢 1dc 當然是c再加c 一樣啊 c再加上 第二個積分 第二個積分 是cos2x 第二個積分 這邊是cos2x 第二個積分是cos2c cos2c的積分我們要低2c 你要在外面上除以2 這是1分1sin2c 再加c 所以這基本概念你要有 這是1分1sin2c 這是c 再加個積分長數c 把它展開整理 或者2分之9c 再加上4分之9的sin2c 是2倍的3c 再乘以cos3c 這是背角公式再加個積分長數c 同點也是一樣 找這個角度 找這個角度 這是c 我們用正對角,剛剛講過了 3c等到上x等於3s3c 3c是3分之x 這邊是9-s的平方 9-s的平方 9-s的平方 所以2分之c 是2分之9c 是x1 x1 3分之x 3分之x 會用到 c3分之x 再加上2分之9 2跟4約分是9 3c 3是3分之0邊 斜邊分之對邊 3c是斜邊分之0邊 9-s的平方 再加個積分長數c 做個總整理 是2分之9 x1 x1 3分之x 9跟9 夜掉 再加上 這是2分之x x2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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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3 x4 x2 x3 x2 x3 x4